奉主耶稣圣明,在这边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 我们赞誉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让小弟有机会来到我们赞誉教会。 已经时隔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过来了。 所以这一次能够来,非常的高兴。 我今天要用看神的账目,在人间跟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21章。 2-5。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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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5. 4. 5. 5. 5. 我所在的一件目的各位, 我所在的一些原因, 我所在的一件目的是, 我所在的一件目的, 在这边的那个余默, 他说他又看到一个一像, 看到圣城新耶路上, 有天而降, 有天而降, 已经准备好, 有空的开装, 好像心腹装饰长期,要等候丈夫迎接回去。 那个第十节有特别谈到,这是羔羊的妻。 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的账目就是羔羊的妻。 那神的账目在人间的目的要干嘛? 所以要属性,神与人同住。 然后第二点就是,神跟人比出的账目。 他账目我们做他的子民。 我们接纳他做我们的神。 第三点,他要把平安的恩典赐给我们。 好,从这一段的描述,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原来神的账目是从天而降。 这个地上有许多人所传的教派。 我们说的基督教派。 教派是人在传的,人所受力的。 然后彼此谁也不服谁, 就一直分裂。 那分裂到现在,应该将近两千个教派。 但是,这边给我们讲, 神的账目是由天而降。 他是圣成新的耶路撒冷。 所以,神的教会 是从天而降的。 不是人去受力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人所受力的教派来比较。 神的账目不在人所受力的教派里面。 因为他是圣灵亲自建立。 亲自治理。 要来实现神与人同住。 因为末世临近了。 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 对这个教会的道理模糊不清。 常常容易受到一般教派的影响。 因此,我想我把我从圣经所领受的来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对神的教会能够比较深入的了解。 也能够更加坚守这个所得到的独救要道。 当神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以后。 就把他带到这个西乃山下面。 神在那个地方做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制造账目。 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出埃及二十五章的八节到九节。 第十八节到九节。 那制造藏墓的目的就是第九节所讲的, 让我能够住在他们中间, 要来实现神住在人的中间, 也就是所谓的以马目力, 因此神吩咐摩西说, 制造藏墓所有的样式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他的方式, 那这意思就是说, 摩西在制造藏墓的当下, 他要用什么材料, 然后什么储存, 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都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 都是神亲自面对面只是他的, 因为他要预表神的藏墓, 因为他要预表神的藏墓, 那这个神在那边做第二件事求, hal yang kedua dilakukan oleh Allah di sana, 就是预付律法给以色列人, memberikan hukum perintah Allah kepada orang Israel, 那当神把藏墓做完以后, ketika Allah sudah membangun kemah tersebut, 那个慧幕啊, 他就分圣手跟自圣手, dibagi menjadi dua, ada ruang kudus dan ruang maha kudus, 那圣手, 然后里面有三样东西, di dalam ruang kudus ada tiga macam benda, 北边是陈壮洲, 陈壮洲, 陈壮洲的话, 这边, 陈壮洲, 就是在放那个无销柄的, 哦, meja roti sajian, 好, 那那个南边啊, 就是金灯台, di bagian selatan ada kandil, 那, 面对藏墓, 隔着, 放着一个金箱坛, di tengahnya ada mesbah, tempat pembakaran okupan, 藏墓的后面有约会, di belakang kemah tersebut, ada tabut perjanjian, 那, 祭司, 他每天, 活动的范围在圣所里面, dan, seorang imam akan ada di sana, 就是每天, 去清油灯, setiap hari dia akan menaruh minyak di lampu tersebut, 因为金灯台的灯, 不可以吸灭, karena itu, lampunya itu tidak boleh mati, 每个安息日, 去饭成寿饼, setiap hari sabbat akan disajikan roti sajian, 然后每天在那边烧香, dan setiap hari akan membakar okupan, 至圣所只有一年一次赎罪节的时候, ini dilakukan satu tahun sekali, 大祭司, 带着牛羊的血, 进去, 为他们, 重百姓赎罪, seorang imam besar akan melakukannya, satu tahun sekali, untuk menghapus, dua sa dua sa umat, ini adalah pada saat itu yang Allah perintahkan kepada mereka tentang kemah Allah tersebut, dibagian menjadi tiga bagian, 第一大内容, yang pertama, 就是十条这一遍, 前面四条 是针对神 叫做尽力爱神 后面六条 是针对人 叫做爱人如己 合起来就是一个爱字 神就是爱 第二个内容就是顶章 顶章就是规范怎么拜神 第一个就是到底谁来拜 祭司 在什么地方拜 用什么拜 祭物 我们连续的东西 那怎么拜 叫做五大祭 七节祭 那再来律法里面第三大内容 叫做条例 生活条例 接近的条例 或是制度 社会制度 那生活条例就是 总归纳起来叫做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要求选民要圣洁 他要求选民要圣洁 那社会制度 就是要爱人手如己 那这一套神的用意 其实是 要选民 用一个圣洁的身心 透过正确拜神的方式 然后到神的面前 领受祭命 把祭命实践在生活里面 达到爱人如己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受祭 但是毕竟是人很软弱 所以几乎都是做不到 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最后都会被律法定为有罪 那被律法定为有罪以后 他们去按照规矩去献祭 可是那个献祭的本身 是不能赎罪的 但是实际上 因为他们败的是牛羊的血 血代表生命 牛羊的生命 就会跟我们人一样 所以不能代替 因此地上 是藏目的这一套 实际上是不能赎罪的 不能达到神的心意 你看西部来书第九章 kita buka Ibrani pasal 9 西部来书第九章 第九章第八章到第十章 第八章第八章到十 第八章到十章 第九诈文,有提到, 秩序只是现今的一个表演。 因为他们首先的纪物是不能使礼拜的人完全 就是不能真正赎罪 让人的良心觉得没有亏欠 所以这不是神的原意 因此律法规定的 包括解禁的条例 还有拜神的规矩 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条例而已 是命令到真心的时候解禁 也就是耶稣来成就十字架救赎的时候就结束了 所以律法它唯一的功用就是引导人来认识耶稣 来祝拜耶稣 因此地上所盖的这个帐幕 他没有办法真正出现神与人同在 因为那个与人同在是非常短暂的 就好比你去拜神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你感觉到神跟你同在就这样子 你离开了会幕就没有那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要认知的 要知道的 其实神的帐幕是在天上 而且是开始于神的开始 这是很奥的一件事 你看那个 耶利米书十七章 我们来看一下 耶利米书十七章 19道十八竞 十二章 十二章 要计算十二章 十七章 十二章 十两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二章 十二章 十七章 十二章 我们的圣手 我们的圣手就是神的藏目 然后是荣耀的宝座 是神的宝座 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太初就安置在高处 也就是还没有创世以前 神的藏目就存在 它存在在神的存在 很难想象吧 神的藏目开始在神的开始 那你有这样的认知以后 你才了解 原来以佛所书第一章 第四节所讲的那一句话 以佛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四节 你看这边就讲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拯选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读到这一节圣经一定很难理解 耶稣不是两千年前才降生的吗 那这边怎么讲到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在基督里拯选我们 但是在这里 dikatakan Allah milih kita sebelum dunia dijadikan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神的藏目 存在在神的存在 所以 baik Allah itu ada ketika Allah ada 神在创立以前 已经为世人预备基督 sebelum dunia dijadikan Allah sudah mempersiapkan Kristus 好 再看 Yohannes福音第一章 kita buka kitab Yohannes pasal satu 就比较深一点 我慢慢讲 ini agak dalam saya akan berbicara dengan pelan-pelan Yohannes福音第一章 yang ada satu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ayat satu sampai tiga ayat yang ke satu pada mulanya adalah firman firman itu bersama-sama dengan Allah dan firman itu adalah Allah dua ia pada mulanya bersama-sama dengan Allah tiga segala sesuatu dijadikan oleh dia dan tanpa dia tidak ada sesuatu pun yang telah jadi dari segala yang telah dijadikan di sini dikatakan pada mulanya adalah firman pada mulanya maksudnya adalah sebelum adanya penciptaan langit dan bumi ada firman yang ada di situ firman itu bahasa asalnya adalah bahasa bahasa di sini dikatakan firman itu adalah Allah Allah adalah roh sebelum menjadikan kita tidak mengenal dia dan juga tidak bisa melihat dia Nah Nah 当然要用讲话 你透过话语,把你心里在想什么告诉我 我就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想的 同样的,神祂有一个心意,要向四人醒了 其实这个显明就是要显明神的本质就是爱 那神要怎么显明呢 这种话语 就是太初的道 所以他必须从创世开始 神用他的话从无创造出宇宙万物 那我们一般都认为说神创造宇宙万物 实际上是神借着基督来创造宇宙万物 你看那个第三节有没有这样写 万物都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但是这样很抽象 我们无从认识 所以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因此这个道就要成为肉身 那这个道怎么成为肉身呢 你看神派天使去跟玛利亚应许 他跟玛利亚讲 讲的话就是说话嘛 应许的意思就是说话 他跟玛利亚讲 你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把他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吓一跳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情呢 天使跟玛利亚说 出于神的话 句句就带有能力 神的话就是道 太出的道 神借着天使讲话 应许玛利亚 神的能力就在临到玛利亚 所以玛利亚就说 我是神的俗女 情愿照着你的话 成全在我身上 然后玛利亚 berkata baiklah kiranya apa yang Tuhan inginkan terjadi dalam diri saya eh 道就成为肉身 来到树上了 lalu firman itu menjadi manusia datang ke dalam dunia ini 那个 把生理跟恩典 带来给树人 也把那一位 看不见的神 姓名给我们看 你看18 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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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所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它表明出来 你如果看到圣经在讲 神的儿子 其实就是在讲 神在肉身的显现 因为第一个人 亚当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 跟样式所造的 所以成为神的儿子 现在 道成了肉身 这个肉身就是人 所以才叫做神的独身长子 也就是神在肉身的形象 所以他就藉着耶稣 所讲的道 所以他就藉着耶稣 所讲的道 所表现的行为 所做的神迹奇事 然后也就是 神在肉身的显现 然后后后地把自己 显明 他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 那我们回过来 这个我讲那么久 就是要跟大家解释 那一个神的账目 存在在神的开始 我已经讲了很多 我已经讲了很多 那就是 我已经讲了很多 地上的账目 只不过是 天上账目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神要让我们 透过地上的账目 去理解 那个属灵 天上的账目 那是第五条 第五条 That是第五条 我这 Singh 这边就讲到 地上墙 只不过是天上墙的一个 形状跟影像 它不是神的墙的真体 那天上墙是神亲自知的 你看那个 第八章第二章 第八章第二章 地上墙是立位支派 去把它支搭起来 那天上墙的墙 它是主耶稣亲自知的 所以这个墙叫做真墙 也就是属灵的墙 难道呢 主耶稣在这个墙里面 做执事 他做执事的意思就是 在这里面 在做服事的工作 在这个墙上墙里面 亲自在服事 这个就是西部来说第三章 那第六节所讲的 基督为儿子 亲自治治理神的家 因为他在这个墙里面 做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 所以地上的墙 它只是一个影像 是天上墙的影像 跟形状而已 目的让我们透过地上墙 去理解天上属灵的墙 那这个墙是主耶稣亲自知的 亲自在里面做执事 那既然这个墙在天上 它怎么又降在地上呢 它凭什么来降在地上 就凭着更美的影像 你看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 我们看第八节第六节 我们看第八节第六节 但现在它们已经有了 一切丰富的影像 因为它们成为 一切丰富的 对比较比较比较 这个墙目是凭着更美的应许 降在这个地上的 这个应许是什么 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先 先知所宣告的 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kita buka Yeremia pasal 31 31 ayat 31 Yeremia 31 ayat 31 sesungguhnya akan datang waktunya demikianlah firman Tuhan aku akan mengadakan perjanjian baru dengan kaum Israel dan kaum Yehuda 一切丰富三十四节 ayat 32 bukan seperti perjanjian yang telah kuadakan dengan nenek moyang mereka pada waktu aku memegang tangan mereka untuk membawa mereka keluar dari tanah Mesir perjanjian ku itu telah mereka ingkari meskipun aku menjadi Tuhan yang berkuasa atas mereka demikianlah firman Tuhan 33 tetapi beginilah perjanjian yang kuadakan dengan kaum Israel sesudah waktu itu demikianlah firman Tuhan aku akan menaruh tauratku dalam batin mereka dan menuliskannya dalam hati mereka maka aku akan menjadi Allah mereka dan mereka akan menjadi umatku 34 dan tidak usah lagi orang mengajar sesamanya atau mengajar saudaranya dengan mengatakan kenalah Tuhan sebab mereka semua besar atau kecil akan mengenal aku demikianlah firman Tuhan sebab aku akan mengampuni kesalahan mereka dan tidak lagi mengingat dosa mereka ini adalah satu hal penting yang dipuliskan di sini untuk menunjukkan tentang perjanjian yang akan datang pada masa perjanjian baru di sini ayat 31 dikatakan so 他以前 在出埃及的时候 跟他们 在西南 立西南之游 dulu Tuhan pernah membuat suatu perjanjian dengan umat Israel di atas gunung Sinai Tuhan menjadi Allah mereka 非常的亲密 dan menjanjikan mereka untuk pergi ke satu tempat yang penuh dengan susu dan madu tapi mereka tidak taat mereka keluar dan mengingkari perjanjian 32 belakang 背了我的约的意思就是 完全不照着律法去遵行 maksudnya perjanjian itu telah mereka ingkari mereka tidak matuhi hukum jadi神在怒中 就废弃 与他们所立的约 lalu Allah menjadi sangat marah dan juga 甚至于 让那一个 代表神灵在的会幕 被巴比伦 毁灭掉 makanya kemali tersebut oleh Babilon diambil dihancurkan 就是那个圣殿 圣殿 就被 你不讲 你殺王 把它毁灭掉 代表 神灵在的约会 artinya tabut perjanjian itu 就被 掠走了 diambil atau direbut 一直到现在 找不到 从地球上 消失了 那个就是 神向 以色列人 表达 他的愤怒 那这时候 他就 借着先知 因为这个时候 是他们要 亡国的 那个时候 pada saat itu mereka akan 他们 你不讲 你殺王已经来 攻打 他们即将亡国 pada saat itu Raja Nebuchadnezzar sudah akan menyerang mereka 所以神 这时候 他毁掉 旧约 然后 Tuhan mengadakan perjanjian baru 然后 应许 一个新的 约要来 那这个 新的约 的内容 是什么 他说 他要把 律法放在 选民的心中 aku akan menaruh Tauratku dalam batin mereka 就要 神用指头 把 这一命 刻在 石板上 但是 他们都不遵心 新约说 我干脆 把律法 刻在 你们的心板 里面 怎么刻 就是借着 应许的圣灵 刻在 心板 里面 然后呢 他 要做 他们的 神 要做 他们的神 他们也要做 神的子民 也就是 神跟人 彼此的 贼难 以色列人 不遵行 律法 神愤怒 毁掉 跟他们 所立的约 不承认 他们是 他的 选民 所以让 他们被 巴比伦 辱去 现在 新的约 要重新 神跟人 贼难 他贼难 我们当 他的子民 我们贼难 他当 我们的神 然后 这边 又讲 34子又讲 到这个时候 就不用再 有人来 教导 宣民认识神 sampai saat itu tidak usah lagi ada orang mengajar sesamanya 就 用 祭司 文士 来 教导 宣民认识神 pada zaman perjanjian lama Allah menggunakan imam besar untuk mengajar umat 他们 都 尘寻 人的 情面 但 他们 都 没有 把 律法 随便 乱 解释 那 新的 也不用 人 教导 谁 教导 应许的 圣灵 应许的 圣灵 就是 保 会 师 他会 在我们 心中 当老师 引导 我们 认识 这一位 真神 心的 更 优越 的是 神 要 完全 受免 我们的 罪 不再 记念 我们的 罪 千 这个就是 更美的 应许 神的 照目 本来在天上 凭着 更美的 应许 要从天上 降下来 怎么 就是 借着 耶稣 基督 他 为我们 定死 十字架 流 保 血 用 他的 保 血 跟我们 立心的 约 所以 主耶稣 要受害 之前 在跟 门徒 吃 最后 晚餐 他 受力 圣餐 拿起 葡 汁 就跟 门徒 讲 这杯 是用 我的血 给你们 立的心 约 也就是他 用他 没有罪的 生命 使用 生活 不 不 不 但 是人的 罪 但 他 想 断 死 在十字架 丢 保 血 来 死 我们的 罪 让 一切 信 这一个 十字架 救出的人 信而 受死 就跟 耶稣 立一个 新的元 所以 天上的詞 就藉著 耶穌的十字叫 從天而降 是聖靈降下 來 建設教會的 沒有聖靈就沒有教會 教會不是 人去受理的 教會是聖靈降下以後 才開始建立教會 你想 如果沒有聖靈 你去洗禮 有受罪的功效嗎 沒有 沒有 哪裏來的教會呢 所以 聖靈建立教會 什麼叫做教會 我們看 我們就一起出了 二十張 二十張 二十八字 二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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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十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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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把这一节圣经背起来 这节圣经在告诉我们 神的教会怎么来 他说神的教会 就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手救赎出来的 也就是每一个接受耶稣保血 受罪洗礼过的人 把他击合起来 就叫做神的教会 不是哪一个人去建立的 是圣灵亲自建立的 那成为教会的构成怎么构成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12章 13章 1 Korintus12 ayat13 这边讲通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 在社会是什么地位 或是性别 年龄都不管 只要你从一位圣灵受洗 这边讲 从一位圣灵受洗 不是指着我们领受圣灵 是指着我们要接受 圣灵亲自执行 受罪的洗礼 也就是说我们洗礼的地方 是在流动的洗水 然后你所信的教会有圣灵 和你所信的人有圣灵 然后跟你所信的人 向主耶稣生命为你所信 就等于代表圣灵 也就是神亲自为你所信 我们要知道 神父不能受人的罪 我们的传道也不能受人的罪 谁能受我们的罪 神 所以如果他身上没有神的灵 所以伽 Spa 而已 如果一百遍都没有用 所以 我们既환的使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 祷告 你们在封面里行 我们再次骯 与主旨的形状 任何 必要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救人就跟耶稣同定十字架。 耶稣定十字架,有没有死? 我们跟祂同定十字架,会不会死? 一样死了。 所以,我们就脱离了罪。 全身入手,满脱掉,把我们这个救人满脱掉。 那,圣灵运行在那个当下,跟我们重生, 是一个重生生的人。 这就是我们神的教会洗礼的奥秘。 这就是这个十三节所讲的。 从一位圣灵受洗。 你从一位圣灵受洗。 他从一位圣灵受洗。 他从一位圣灵受洗。 集合起来。 就是神的教会。 也就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怎么还会怀疑,唯一得救的教会呢? 我们怎么还会怀疑,唯一得救的教会呢? 神的教会只有一个。 然后最后那一句话。 尹灵一位圣灵。 成员用喝的。 这个就是领兽圣灵的意思。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主耶穌应许。 凡可可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河水的江河 越安特别讲 这是指责信耶稣的人要流受圣灵 所以神的教会就是这样 从天降到地上来的 然后基督做儿子 亲自治神的家 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成就以马内力 永远的以马内力 这时候他住在你心中 你回到家他还是住在你心中 跟你同在 你回到美国他也跟你同在 你回到美国他也跟你同在 这个就是以马内力 跟地上的藏目不一样 今天这个恩典我们大家都得到了 那既然这个降幕是从天降下 就不是哪一个人受力的 你看真耶稣教会从来不去论说哪个传道怎么样 我请我们也不用去跟人家比较 人设立的第二的教派才会比较 神的教会是从天降下来唯一的 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好 我早上先分享到昨天 下午再继续来分享 这个降幕在人间的目的干嘛 请大家再继续看 是否是由 Kemala